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融机构有办法 透过签署赤道原则 要求客户进行风险管理 降低对环境和社会的冲击 银行不再只是参考 财务资讯决定是否放款 就是期望可以达到 环境和经济的永续发展 我们在参加赤道联盟的时候 也会担心说 这样子会不会变成 客人跟我们做融资的时候 生意变少了 因为对客户增加很多成本 包括他必须聘请外部的顾问 包括他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之中 要更重视环境 所以增加了一些施工的成本 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了 所以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毕竟地球只有一个 这个环境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责任 世道银行会针对大型融资专案 进行风险分级 依照不同的风险等级 客户需提出相对应管理社会环境风险的方式 并且规范在合约中定期揭露 银行也会持续监控 实践赤道原则的承诺 在开发中国家 有更多大型的建设案正在进行 为了更能象征 以开发和开发中国家的平衡发展 因此取名为赤道原则 国炭金控总经理李长庚曾说 以前大家总认为环保和经济是对抗的议题 但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要做到让环保和经济双赢 因此在2016年国泰市华银行完成台湾首建赤道原则融代案 离岸风立发电 从2012年跟国泰市华走到今天 然后有岸泰还有法国巴黎来帮忙 一日以来我都用全世界最高的标准 来要求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引进世界金融业的一个最高的投资原则 就是赤道原则 来进行我们这个专案的开发 还有整个执行 我们一直很努力地投入 善用自己金融的核心之门 结果我们也是台湾第一家成为赤道银行 那这个案子是台湾第一次 用赤道原则的标准来做检视 就银行我们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帮助我们的产商 你可以在实现规划的过程中 把对于各种的可能的冲击跟风险 事先做排除 对台湾整个将来 海洋的锋利发电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Marshton 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曾说 台湾小但是要可敬 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国泰市华银行成为台湾首家赤道银行 要达到环境保育与经济发展不再互相冲突 还需要更多人一起投入 共同思考不同的风险 才能朝着永续发展的愿景迈进 国泰金控CES责任投资片赤道原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